我們一出社會就先負債 我發現問了很多身邊的朋友大部分不是學貸 要不然就是要校清費這部分 那我們也有夢想想要做自己的事 想要找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 可是通常都是很困難的 對然後有時候就不知道說自己定位在哪 所以工作就會一直換 來看包括比如說有三分之一的這個青年勞工自認是這個月光族 那其實就五成二曾經有領過二十二可以以下一個薪資 所以整體來看其實台灣現在確實存在所謂清平化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新縣等的起薪受制於他們可能學非所用或學歷貶值一個情況 真的無法大幅拉高 可能看下來平均八年內大概只增加這個百分之十六 就是一年只有緩步的兩趴的一個薪資往上成長 確實經濟壓力大之外也沒有辦法存到這個很多錢來完生這個人生的一個夢想 所以我們建議說第一個如果你真的可以在這個求學階段時候先做好這個自己的一個職業規劃 可能衡量一下自己一出社會之後有哪些打工或實習的一些實務經驗 可以寫在自己的這個履歷表上面 那另外如果真的進入社會後覺得自己已經入錯行的話 可能可以重新再利用一些空閒時間去學習一個新的一個技能 考取證照或一些加強自己的外語能力 重新培養自己這個再次轉行或者是甚至創業的一個實力 當然在政府的部分我們呼籲要解決所謂的這個青年這個高失業問題跟低性問題 我覺得還是要從這個整體這個台灣產業結構這個轉型 往高附加價值的這個行業來這個邁進之外 可能還是要輔導一些比較長期找不到穩定工作或失業的這個青年朋友 輔導他們進行所謂的這個職業訓練 學得移技之長之後可能比較方便進入一些缺工的一個行業 字幕提供的文化